我们来看一个梦,是晚上1点14分录制的。 这梦梦就这样,我和太太住去送护子。 开了个车送护子的时候,忘了关车口门了。 回来的时候就发现,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风很大,催出去的。 只要那个暖气也跑掉了,然后家里有个木工,正在办家里做房子。 在家里干活,请那个木工,做木头的那些东西。 他也不知道我们车口门没关。 我就待一个这么大的风吹着有那个东西,文书文件子里,就吹到外面去。 然后我发现这个车口门没关。 那我台里面发现这个事,这四个,还做得这么多。 啊,美国东部啊,很快要暴风鞋要来了。 暴风鞋来了一个温度骤降,那个房子老了,有几个地方已经不保温了。 有几个地方就是很薄很薄的一层,内外不保温了。 所以呢,温度会,身内的那个气温会降得很低。 所以呢,要把暖气,温度调高一点。 温度调高一点。 不然的话,那个房间的温度太低了,会,房间受影响。 原来这么一回事,难怪说那个车口门没关,还剩一张木工。 对啊,那个太薄了。 原来提前要把那个温度升高一点,好像我遥控可以控制。 好,知道了,知道了,再见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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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